土城清水一帶 我今天來到土城 土城清水一帶的這個山區 那來到這邊呢 我感到很高興 因為這一段河段 基本上我從來沒有走過 以前來這裡呢 我都是在下游 下游探索 而且呢也只來一次 只來過一次 那這一次呢 很幸運 我發現上游這邊 這邊有原始的地層 那原始的地層呢 這邊產生了很多的玄武岩 那當地石油都稱為 這個叫黑石 然後這個地點呢 算是早期 玩牙石的前輩們 他們會來的一個地方 不過呢 似乎也是沒有比 這個龍泉溪 馬蜀田那邊的有名 因為比較有名的是 龍泉溪那邊的梨皮石 那這邊呢 雖然有聽過 聽過好像是 黑石吧 他們稱為黑石 黑石就玄武岩 那玩這個造型 它的造型 不過也是有 網路上還是有查到說什麼 有經文的那種 雅石還是黑石還是梨皮石 我不知道 因為這邊基本上很少人來提及這裡 那 我查一下臉書 2015年的時候其實還有前輩 有貼這邊的雅石 然後現在2020年啊 就 2015年以後它就沒有再貼啦 那這邊也很少人來做介紹 所以呢 今天呢 我就抽空來這邊 看一看 而這邊呢 據我的觀察 梨皮石好像很少 很少梨皮石 不過呢 它這邊的 這個母岩 看起來青灰色的 其實有時候 如果它造型不錯的話 也是值得欣賞 值得收藏 像這些石頭啊 都比較青灰色 其實這種石頭在山明也有 山明一帶 那邊的火山地質也有這樣 好那我就簡單做一下探索 有什麼發現 再跟大家分享 發現一塊母岩 這是化石 化石塊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看到 卡了一些化石 卡了一些化石 然後這種母岩呢 很典型 很典型 就是公管零灰塵火山作用所產生的 基本上它是大寮層的化石 但是因為它交界跟公管零灰塵 交界 然後受公管零灰塵火山作用影響 產生了一個化石塊 那這種東西呢 在樹林 大同山區很多 大同山區很多 因為這個 這邊呢 這邊的玄武岩都是來自於 這個公管 公管 起火山作用 跟那個 龍泉溪那邊作用的不一樣 像這邊呢 產生這種奇怪 奇怪的岩石 有點 橘色 然後上面一點一點白白的 這種 如果是在 山明地區 它可能就是 紋石 它會變成 那邊就會成為 紋石啦 那因為這邊呢 它沒有什麼紋眼 沒什麼紋眼 所以我們很難 很難給它界定它是什麼 所以這都是火山作用 火山作用所產生的 這些 填充物質 填充物質 又發現一塊 這種 這個就有點像花露石啦 花露石的快斑 那只是說很小很密 一般花露石漂亮的話 它快斑會比較大 沒有那麼密集啦 沒有那麼密集 那這種東西也是 火山地質所產生的 然後 剛才我撿到這一塊 長條形的 雅石 黑石 玄武岩 有這算什麼嗎 有什麼獨特嗎 不知道耶 喜歡的就喜歡 不喜歡就不喜歡 這不知道是什麼奇怪的東西 好像也不是玉石 反正這邊產生一些奇怪 奇怪的物質 剛才呢 好不容易 好不容易才找到一顆 梨皮石 這也是梨皮石 好像有點網狀的感覺 這邊的梨皮石 數量非常少 然後這一顆 這一顆我剛才把它沾水 這個 也是有點像梨皮石 只是它的那個點 它的點很小 很小 那因為這邊 梨皮石很少 所以只要有撿到 我就先把它保留下來 好那我這個探索 今天 這個探索比較慢 我可能要加點速度 其實 在前面那邊應該還有一段 還有一段可以探索 發現一顆 一顆母岩 你看 這個有在玩山礦的人就知道 這種東西在山明 然後無寮那邊很多 那白色的點 有時候在山明那邊 或無寮那邊 它有紋眼 也有紋路 會有紋路 沒想到在這邊 也有這樣的東西存在 這一顆也是 這不知道什麼東西啊 不知道是方解石還是什麼 在這裡呢 我發現了這個 礦麥 什麼礦麥 煤層的礦麥 這個應該是煤礦吧 煤層 不過也有點硬喔 它如果有細化就好了 可惜應該是沒有吧 煤礦的這個礦麥 這邊呢 這邊就是原始地層 玩這個石頭啊 玩玉石 什麼最好是能夠找到原始地層 你這樣做觀察會比較好 那也是比較有機會 找到 如果有礦麥的話 找到原始的礦麥 這個母岩呢 這個就是礦麥啦 這就是礦麥啦 只是說你要看它是什麼麥 如果它是玉水麥 那就太棒了 你就可以把它敲開看看這樣 有一些咖啡色的東西 咖啡色 土黃色的這個東西 應該是石頭吧 可是它又有一點感覺 有一點玉的感覺 不過它就是石頭啦 確定是石頭 這裡是地上就是 火山 火山的岩流 岩流的麥城 火山地質啦 那只有這邊溪流被切開而已 所以代表那裡面山裡面啊 其實都有火山岩流 這個地方呢 已經呢 是原始地層啦 可是沒有什麼東西 我也沒有辦法 就是不同的 不同時期 這個火山 它的特性不同 它裡面含的成分不一樣 如果這邊以前的 這個火山地層 它含有大量的 像是 細啊 二氧化細啊 含玉水啊 那種成分的話 那現在這邊就 哇 玉石就很多啦 如果含有 紋石 那 也不錯啊 那來這裡就是 玩玩雅石而已啦 雅石為主 看意境的 看意境的 好 那今天呢 這個旅程呢 就拍攝到這啦 那祝福大家 祝事順利 身體健康 拜拜 哎喲 怎麼有這個 我先講完 這是這邊 我發現最特別的一顆 是有點像玉啦 那 怎麼講 有沒有那麼玉化呢 這個我並不太親